我本來是想知道 憲哥還有沒有想要再發新歌 我唱片已經做好了啦 喔 真的啊 但是 但是我心裡面的 的不舒服 我還是講一下 因為 我本來籌劃我個人的 告別演唱會 喔 對 終於要告別了 終於要告別了 對 是因為買好私人飛機了嗎 年紀大了 飛機是公司買的 不是我買 因為 憲哥年紀大了 我是一個 白手起家的人 我到最後 不管 你們要不要來 我都要開這個演唱會 一個歌手能夠一輩子 一首成名歌曲 這樣的歌手很多欸 對不對 左 左 左緣曲 欸 一首歌 然後其他動作不行 唉 大選過後 政治的話題淡了 你就不能隨便亂叫別人總統啦 欸 沒有喔 還是有個人可以被叫總統喔 各位觀眾 讓我們掌聲歡迎 綜藝圈的總統 綜藝天王 吳仲仙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呢 我今天是來看你們的 不是你們來看我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現在沒有人看電視了 我要看看 本來看電視這些人 現在都跑到哪裡去了 哇 我跟那邊 你們還跑到這邊來 你們 你們 你們甚至還買票 我今天本來是要來看博恩的 為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嗎 博恩啊 上了我一個節目七年前 他剛從國外回來 然後哇 我們這個talk show 我一定可以在台灣把它做得有多厲害 怎麼樣這些 後來就來上了我那個 大熱門 你們都知道是吧 對 很有名 上很多新聞 就綜藝大熱門 後來七年後 博恩果然就走紅了 嗯 紅了以後 他就說 七年前 我上了一個節目 現在我想問一下 憲哥剛才那段是有在模仿的嗎 對 不太敢 原來不是 然後 上了我的節目 然後七年就陰霾 讓我想到一件事 哪一件事 這裡會有記者嗎 很多 很多啊 好 那還是講一下 不講 去年我看到一段的電視報告 我真的在電視前面掉眼淚 有一位新加坡的天后 接受訪問的時候 她說因為在台灣啊 怎麼錄綜藝節目啊 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她是從台灣走紅全世界的嘛 上了我的節目以後 她認為被男主持人欺負了 那個男主持人真不信就是我 哦 我看了這個以後 我說從她出道 到她變成天后 後來嫁人 好像又生小孩了 都不是你的菜 不是我的菜 我知道 不是我的菜的問題 我跟你講 我們等一下開一個專欄 你今天會比較閒一點 好不好 很開心 好不好 該分我的你要分我 我跟你講 他覺得他受到欺負 後來我覺得是語言上面不通的問題而已 我是這樣的一個角度 然後我看得非常難過 我說我是真心對你好 然後一直在幫你 結果就 真的就真心 到底說了什麼 對 所以你們心裡面不要太難過 這是一個舞台 我們上了這個舞台 我們就跟拳擊手一樣 我們一定要互轟嘛 對不對 要不然觀眾要看什麼 這是不是非常重要 到我們在打的過程裡面 偶爾會踢到對方的蛋蛋 或什麼 都會有的 犯規動作都會有的 但是我們兩個真的有仇嗎 沒有仇的 我們都是為了家計 我們要賺錢養家 然後在舞台上這樣拼搏 你看有非常多的人是這樣 憲哥也是一樣 我們家在台南 我們算是一個小康的家庭 但是 我唯一 欸 笑點在哪 小康的家庭 就是 他們都聽過我瞎哈啦啦 說錯我小時候 日子過得很辛苦 然後我很可憐 然後晚上不敢起來尿尿 因為我起來要到廁所 要走路要15分鐘 因為家裡太大了 這個爛笑話 我跟你講 我們家真的很普通 我唯一驕傲的 各位弟弟妹妹們 憲哥唯一驕傲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吃飯的一隻碗跟一雙筷子 都是我自己買的 我15歲就離家了 所以朋友比家人對我來講還要重要 我出的事情真的很多 博恩出事你出事 我這個人就愛雪中送炭 井上天花沒有太大的必要 對 我們講真心話 熱愛藝能界這個大環境 我把每一個人都當作我的兄弟姐妹 哇 所以你看演藝圈裡面 MeToo事件 不是一個一個 砰砰砰一直出來嗎 我還要被人家點名 就這個人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我自己沒有站得很穩 沒有好好的保守 我自己應該有本分的話 我今天不就出事了 然後你們以為我不知道嗎 藝能界裡面 我的形象是最爛的 但是我們家的道德標準 高於一切 發問 怎麼樣 那為什麼你的形象會最爛呢 因為沒辦法 怎麼 因為舞台上的表演 我們上了這個台就要互轟啊 就是在踢別人蛋蛋 你們的來賓坐在這裡 差不多 差不多 你們的來賓坐在這裡 他講了什麼話 你們配合在那裡笑 這是表演的一種嗎 不是 所以 所以 結果 哇 你們要被關台了 你們要 騙鬼啦 憲哥 厲害了 厲害啊 這樣就可以 這樣 這樣懂我的那個意思了嗎 馬上接回來了 因為很簡單 因為很簡單 在舞台上 你們講的 人家講的這個話 你們 啊 陪笑嘛 是不是這樣 或做效果嘛 那結果 竟然會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就替你們抱不平 我們也希望你們這個事情就過去了 因為 因為 我出的事情更大條 各位 你們的那個狀態 我們大家 將心比心 它是一個失誤 舞台上會不會失誤 我們打全UFC 不能打後腦勺 不能戳眼睛 會不會 或者踢到蛋蛋 你要讓人家休息五分鐘 這個是一個常態 憲哥走紅的一個原因 只有兩個字 有人知道嗎 好 你們怎麼看外表也看不出來 各位 憲哥走紅 快四十年的原因 只有兩個字 叫做 善良 我本來是想知道憲哥 還有沒有想要再發新歌 我唱片已經做好了啦 真的啊 但是我心裡面的不舒服 我還是講一下 因為 我本來筹劃我個人的告別演唱會 哦 對 終於要告別了 終於要告別了 對 是因為買好私人飛機了嗎 年紀大了 飛機是公司買的 不是我買 因為憲哥年紀大了 我是一個白手起家的人 我到最後 不管你們要不要來 我都要開這個演唱會 你們最後 因為一個歌手 能夠一輩子 一首成名歌曲 這樣的歌手很多欸 對不對 左日 左院區 一首歌 然後其他動作不行 對不對 這怎麼開演唱會啊 他把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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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打 把他打 就這樣 嗯 對不對